陸港天后宫31日上午捐赠呼吸器和四轮船动救难车 给张化县消防局和张化县救难协会 由天后宫主委张伟东代表捐赠 张化县长魏明谷及张化县救难协会理事长胡然东等代表接受 陸港天后宫发挥妈祖慈爱精神 除捐赠十组SCBA空气呼吸器 公消防局救灾人员使用外 还捐赠两部价值四百万的四轮船动装备车 给张化县救难协会 希望在紧急时能够即刻救援造福社群 天后宫的管理委员会 在救兰的会儿这边很感谢他 来管这两台救难装备车 因为救兰很需要就是 要有我当时在追兰的时候 我们拖车救人以及如果钓车有脚盘 直接把受难者的车拖起来 所以说在近方代救难装备车 对我们救兰的会儿来说的帮助 救兰的帮助是很大的 对到我们张化馆民尽量就是说 让他们无灾无难 但是如果赌到 我当时速上达到最快的方式 给他们抢救起来 陆港天后宫是地区信仰中心 执全台妈祖庙的牛儿香火鼎盛 也不忘投入慈善公益广受赞誉 相信救难人员有这批新器材装备的守护 更能在紧急时刻即刻救命与苦难 公益频道许维珍陆港采访报道